美方一些人居心叵测 不断炮制一些所谓时间点 炒作大陆军事威胁 渲染台海战争氛围 不过是在为干涉台湾问题找借口 为美国军工复合体敛财 美国政府如果真心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就应停止三封点火 采取确实行动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将不辞职台独的表态落到实处 民进党当局为一党私利 刚当外部失利与台制华的旗子 不断谋独挑衅 甚至不需牺牲岛内民众生命扶持 极力迎合美方当豪猪建堡垒 把台湾打造成火药桶地雷岛 他们这样做绝不是为了台湾同胞好 只会把台湾日益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冤枉 是神圣的使命 正义的事业 何时采取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纯属中国内部事务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